詞曲 新光臨 主義書正名 繼續分享雅各書 主義書正名繼續分享雅各書 我們剛才講到主義書被釘十字架 它釘在十字架上 它沒有什麼坑生 後來我有一次思考 當時跟主耶穌被定十字架的還有兩個強盜 人家也沒有肝 那我們為什麼 聖詹你要把主耶穌講得好像很可憐 如果主耶穌定十字架那麼痛苦 那兩個強盜也很痛苦 不是嗎 一樣的嘛 那是酷刑 所以主耶穌被定十字架的苦是後面 斷祭之後那個才是苦 就是以後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得救下地就是那個苦 所以主耶穌在乎的是那個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理清弄清楚 好我們看雅各書第四章第七節 七節跟第八節剛剛是個對照 抵擋魔鬼跟親近神 四章八節親近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就是叫我們要跟神建立密切關係 那第七節是誤要抵擋魔鬼 抵擋就是面對 什麼叫面對 就是打仗 其實我們今天信耶穌 我們的敵人就是魔鬼 而且這些魔鬼 他是隨時要找你打架的 那我們有認清這個事實 而且魔鬼很厲害就是你看 你光看那個 你光看那個創世紀第三章 當時夏娃被 被惡者這樣 這樣引誘 誘惑到最後是 被神氣絕 幹出一點點 而且罪就臨到世界 就臨到人的生命 就是羅馬書五章十二節說的 罪從一人入了世界 當然是從亞當 就是 因為魔鬼在靈界裡面 他還是曉得一些事情 靈界裡面的事 所以他知道怎麼欺負我們 也就是說 魔鬼知道怎麼欺負屬神的人 怎麼欺負那很清楚 所以聖經像彼得前書五章 魔鬼好像火叫的事實 尋找可吞吃的 所以不要以為我們新耶穌就沒事 其實魔鬼最想找 就是我們這些新耶穌的 因為沒有新耶穌的 罪已經定了 他不用去碰他沒有關係 而且這些沒有新耶穌自然而然 要面對他 要敬拜他 要拜他 所以不知道拜球 拜酒頭什麼都拜 這就是魔鬼的手段 其實就是要拜他 魔鬼要的就是我們要去拜他 他用各種手段 用各種方式 讓人去拜他 今天因為我們信耶穌從聖經的 文字裡面我們知道魔鬼的本質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既然從聖經裡面知道魔鬼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 就像四章七節一樣 要順乎神物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 而且什麼寫喔 逃跑了 欸 什麼叫逃跑了 第一句的叫傳神的 跑去碰他 就逃跑了 跑去碰他 那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要面對的敵人是魔鬼 他是無時無刻在出現 在引誘我們 利用各種狀況 所以你看那個馬太文人十二章那一段 四十三節到四十五節那一段 本來這個人得平安了 本來有鬼嘛 後來鬼出去 結果那個鬼無處可去 在無水地方 什麼叫無水 就是在靈界裡面嘛 不是在世界嘛 不知道 魔鬼不知道去哪裡 他離開這個人身上之後 他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他回來看一看 哇 裡面穿個大間 所以他就少七個 比他更惡的鬼 進駐 就七加一 八個鬼 所以主耶穌說 這個人 幕後的情況 比先前更不好 更糟 就是給魔鬼留地步 他給魔鬼留什麼地步 他有去做見犯科嗎 沒有 就因為他沒有 將神的道存跡在裡面 他沒有被聖靈充滿 就這樣 你的 你的心靈的位置 被魔鬼佔據了 本來那個 你的 你的心靈的位置 是要讓神的道佔據 你要讓神的靈佔據 充滿你 結果你沒有啊 所以神就 魔鬼就來了 他不客氣 那如果他還一個人 一個鬼來 就一個鬼 那如果像這個樣子 12章 馬太文12章 43到45節這一段 帶了七個 比他更惡惡的鬼 哇 原來我們看法說 哇 這個魔鬼也會拍馬屁 比他更惡惡的鬼 這個就是聖經要告訴我們 那個魔鬼的作為是什麼 所以雅各爾告訴我們 真的不要讓魔鬼有機可乘 真的不能讓魔鬼有機可乘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謹慎 那謹慎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把該做的做好就好 比如說 所謂的該做就是你要把神的道 瘋瘋覆覆的存在心裡 歌樓西書三章 15到17節不是在講這一段話嗎 歌樓西書 要將神的道瘋瘋覆覆存在心裡 魔鬼怎麼會來 來也沒有位置啊 就算來了也沒有位置啊 這個我們沒有去理解這個嗎 再來被聖靈衝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衝 我們要常常被聖靈衝 魔鬼怎麼會來 他連碰都不敢碰 用外面的話說 這個太旺了 太旺了 過來了 所以不要給魔鬼了 第一步不是只有你坐肩換科 魔鬼才不會來 你沒有坐肩換科 但是沒有神的話 沒有神的靈也是沒有用 他還是可以來 而且還可以來進駐 所以這七節八節 四章七節八節 是一個對照表 所以要 除了要消極的面對魔鬼 就是不要讓魔鬼進來以外 更重要的是親近神 讓神親近我們 那這樣我們跟神保持密切關係 看能不能達到像亞伯拉一樣 我們是神的朋友 你希望這樣嗎 你是神的朋友 那就是你的關係 是 揮筆尋常 你跟神的關係是揮筆尋常 更進一步 你可以 你自己 檢視一下 你跟主耶穌的關係 是師徒關係 還是 你在神的狗是神的子民 還是你是父子關係 還是你跟神是朋友關係 你自己自己去想 好 那第八節下半段 有罪的人要捷徑你的手 心懷惡意的要捷徑你的心 這是要調整嘛 第九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 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 第十節 你必須要在主面前自悲 主就比較你們身高 所以其實我們要改變我們的信仰層次 需要追求 需要跟神保持密切關係 不要讓魔鬼來干擾我們的生活 他是有方法的 所以魔鬼是無孔不入的 十一節十二節四章 批評這件事情 批判判斷 我們看十二節 重點在十二節 設立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人救了也人沒人的 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 當然你可以去對照 馬太福音第七章 論斷 那第七章就在談論斷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 雅各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權利 我們沒有權利去批判別人 沒有權利 這個權利在神 就是審判人的判斷人的 那我們更不能去判斷屬神的人 我們 這已經 你已經侵權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沒有做奸犯科 可是你都在做 做奸犯科的事 你已經侵權了 這裡 雅各已經跟我們講了 審判的 判斷的是神 你今天去判斷 去批判別人 你就是侵權 神會找你說 這權利是你的嗎 這是我的呢 你可以侵權嗎 我要告你 十三節 主漏願意 四章十三節到十七節 就是主漏願意 所以這裡慘了 你可以計畫你要幹嘛 但是主願意嗎 主隆徐嗎 不管這件事情是對還是不對 這個就是讓我們每一個人要有心理準備 也就是要有尊主為大 我們做任何事情要尊主 尤其做聖功 或是說我們對自己的事 我們有自己很多事情 家裡的事 工作上 職場上的事 太多的事 我們要常常尊主為大 主漏願意 你不一定要講 但是你心裡要很清楚 主漏願意就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這是雅各告訴我們的 再來 主漏願意包括 生命的主權在神 傳道書八章八節就是講這個 沒有人有權利掌管生命 沒有人有權利掌管死期 這場征戰 死亡這件事情 這場征戰沒有人能夠避免的 就是你我都要面對 按著定命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後卻要審判 西伯來書 九章二十七節說的 所以 為什麼不能自殺 生命又不是你的 憑什麼你自殺 你也侵犬了 你也侵犬了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活在這個世界上 活在靈界裡面 這個要看 這個要數年的眼光去看 所以這裡最重要強調 生命的 生命的無常 十四節中間 你們原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所以我剛才講的第二點 第一點是主漏願意 第二個是生命在神 所以十五節就講結論了 我們只能說主漏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 可以做這事做那事 但是雅各說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都很誇口 很多人都不會靠神 很多人都以為 我身體健康啊 我機會好啊 我運氣好啊 就這樣不是嗎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你運氣好啊 沒有沒有不是因為你比較聰明 是因為你比你機會比較好 機會誰給的 但是神給的啊 傳道書九章不是這樣講嗎 不在乎你是不是有智慧 不在乎你是不是很努力去做 在乎的是當時的機會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環境 生存的環境不斷的變動 其實對所有的人來講都是機會 問題是機會有沒有臨到你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尊主為大 我們不能誇口 我們沒有可誇口的本錢 我們沒有誇口的本錢 一切都在乎神 神給我們我們才可以這樣或是那樣 一樣 當神給我們的像約寶一樣 得福也售厚 沒有關係 出於神我們就默然不語 為什麼 因為有絕對有神的美意 只是你有看得出來嗎 你說哈 破壁咧 煩爛咧 失敗咧 咧 還要得到那些錢咧 都要感謝神 都要感謝神 你才會說 原來這個神有什麼旨意 神怎麼會 一定要讓你很平安 那你怎麼樣才是 才是 才是 對你好 神要給我們 每一個人的恩典 他用不同的方式給你 只是你要知道 但是問題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就埋怨神 離開教會就是這樣來的 很可惜 很可惜 神是要用另一種方式給他恩典 可是他不懂 他就離開 而且就埋怨 埋怨神離開 我們看第五章 第一節到第六節這一段 第五章一節 你們這些富足的人 應當哭泣 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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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你們定了藝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這叫做社會的不公不義 不公不義 這一定會受到按照個人所行的報應個人,跑不掉 所以雅各就是在講這種事情 所以尤其針對那些富足的人 應該是在加上那些沒有良心的富足的人 不是每一個富足的人都是這種,不是 他只是在強調這些有能力的人 你竟然是利用你的能力 神給你的能力,神給你的優勢 你竟然用神給你的優勢去欺負 你可以欺負的人 你怎麼可以去欺負呢 因為神給你這些好的 給你優勢,就是希望你能夠跟人家分享 希望你能夠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叫做公義 所以聖經在講 米加書六章八節 神已經只是何為善 只是世人何為善 行公義好憐民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 反過來講 與神同行的人是謙卑心 憐憫心 行公義 那什麼叫行公義 薩摩爾記上26章16節 那一段 薩摩爾要殺掉大衛 追殺大衛 後來大衛有幾次可以把薩摩殺掉 大衛沒把他殺掉 所以這個時候 薩摩哭了 說你比我公義 因為你以善待我 我卻以二待你 所以什麼叫行公義 不是叫你去報復 所以當大衛逃難的時候 周遭的人 趴旁邊的人 都跟大衛講說 你有機會把他殺掉就把他殺掉 他也是爛人一個 而且你已經受高了 薩摩爾不是高你為王的嗎 你很年輕的時候就高你為王 所以現在只是等 他死掉你就可以登基了 順理成章 大衛說不行 他是神的受高者 我沒有權利殺他 我不管大掃樓 他的行 他表現如何 他跟我無關 縱然他要殺掉我 那我也不能碰他 因為他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什麼叫行公義 達到神的標準 再來 創世紀38章26節 創世紀38章 有大跟他瑪士 一個公公一個媳婦 媳婦用 用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手段 騙 尤大 同床 懷孕 尤大知道說把他抓出來燒掉 判死刑 他瑪士說等一下 週間在床 你總是要找一對 你說我懷孕 那你應該進一步問我說 我從哪裡懷孕了 我有證據 所以東西拿出來之後 尤大就傻眼了 所以尤大才會講 38章26節說的 他比 他比我有益 他比我有益 我的媳婦比我更有 更有理 因為我沒有將事拉給他 當丈夫 從此以後 尤大不再與他麻 是他麻 不再與他同情 就是自酬認酬改錯 什麼叫行公義 就是自酬認酬改錯 所以後來尤大得到爸爸的祝福是最大的 其實他 雅各的十二個孩子只有兩個被祝福 就是約瑟跟尤大 約瑟得到長子的名分 得到很多福氣 可是尤大更好 王權 政權 所以後來尤大支派 國王從哪裡出來 尤大支派 耶穌基督哪一個支派 尤大支派 大衛哪一個支派 尤大支派 你從南北朝 北朝 北朝沒有一個是尤大支派 耶穌坡是以法連支派 第一個國王 所以只有南朝的王才是尤大支派 這是從尤大被祝福的時候 這個就傳下來的 所以尤大 他 你注意看那個 為什麼創世紀38章 37章 跟39章 其實創世紀37章 就是開始 在講約瑟的事件 為什麼中間安插一個尤大事件 38章 因為他就是要對比 兩個被祝福的人 他們的表現如何 如果你光從 創世紀38章看到50章 哪一個表現最好 當然約瑟表現最好啊 可是他福氣有比較大嗎 沒有耶 你說尤大表現不好 尤大表現很好啊 尤大只是在這件事情上 軟弱了 錯了 可是他承認他的錯 所以什麼叫做行公義 該你錯 該你承認你就要承認 你就是在行公義 神要的就這種人 所以 行公義第一個 你要達到神的標準 第二個 行公義的人 絕對知錯 認錯改錯 而且不會再 反過來咬對方一口 請問他瑪士今天 用這種方法 用這種手段 其實是在騙他公公 跟他同床 可以用這種 今天你為了要做一件 該做的事 但是你用不擇手段 這樣可以嗎 如果可以 那我們今天也都可以啊 因為聖經沒有去凸顯 他瑪士的不對 沒有凸顯沒有 完全不講他 其實 創世紀38章是要講 由大的 由大的 知錯認錯改錯 所以要凸顯這個 就是要凸顯 由大的行公義 他是行公義 他要求自己 但是他沒有要求別人 我們今天 我們 我們兩個人有糾紛 我們互相有 有 有 不如意的事 互相告對方 或是互相講對方的不是 總是有人會跳出來 做何事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現象 那 譬如說我們兩個吵架 然後 後來有人當何事老 我就 我去跟你盜竊 對不起 對啦 我那天 我這樣講是不對的 我說我這樣做是不對的 但是我當我講完的時候 我 那個殺手就會出來 馬歐炮就出來 我說當初你也不應該這樣刺激我 不能我也不會這樣罵你 我這樣做就沒晚沒老的事就出來了 不是嗎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救恩不是這樣嗎 到現在還是這樣啊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想行公義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求自己 因為今天就是 當我要求自己的時候 我也要要求你啊 我也要要求你啊 可是 聖經裡面行公義不是啊 他 他怎麼樣的表現 他馬仕怎麼樣表現 他跟神的關係 跟我什麼關係 跟我猶大什麼關係 那我今天他馬仕之首也是會做這種 不應該做的事 是我引起的 是我猶大引起的 所以他就認錯了嘛 你看 猶大認錯這個叫行公義 而且他不但認錯 而且改錯 從此以後就不在他馬仕同情了 欸 他馬仕 你的媳婦都已經從你得 得懷孕了 那你們就乾脆結婚就好了嘛 沒有咧 他沒有說 沒有沒有我不要跟你結婚 我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跟你同情 但是我現在知道 你永遠就是我的媳婦 沒有沒有 錯了 我知道我錯了 可是我不能錯到底 我踩煞車 所以這個就是行公義的一個 典型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把 大衛沒有殺掉少樓 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自己講 少樓對大衛講說 你比我公義 白子黑子 一樣啊 猶大也跟他馬是說 他比我有理 比我有義 有義就是有理 好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猶大只是說 我跟媳婦比 他比我好一點 他比我好 他比我好 不代表他全對 不代表他馬是全對 但是沒有關係 他對不對跟我無關 我今天要行公義的人 要達到神的要求是 我要要求我自己 我只要要求我自己就好了 我不要求別人 這個就是行公義 所以我們今天在看 這個第五章一到六節的 不公不義的事 那我們就知道 對啊我知道這個世界上不公不義 問題是那你不公不義再來呢 所以那歌樓西書以無所書都講 你們做主人的 不能偏待人 因為我們的神也是不偏待人 你們做主人的 以無所書那個從第五章 開始講到第六章 五章 講夫妻關係 講父子關係 講祖僕關係 他都講 他一開始就講說 你們做妻子要順福 其實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在 你們做張惟愛你的妻子 講父子關係 你們做兒女 你要不要孝順父母子女得福 其實最重要是叫做爸爸的 不能惹兒女的氣 要按照神的教訓來養育他們 其實保羅這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後面 一樣啊 你們做仆人的 不要只有在主人面前 順福他 聽他的話 不管你的主人是乖屁的 什麼亂七八糟 你就是 因為你是仆人 當然要順福他 但是保羅要強調是主人 你們做主人 不可以偏待 因為我們同有一位神在天上 這是老天有言 所以你看嘛 對照我們現在第五章 第一節到六節 不公不義的事 對啊 不公不義要怎麼處理 所以 雅各就要他 警告這些 不公不義的老闆 不公不義的父族人 你們要等著瞧 因為神一定會按照個人所行的 報應個人 好 第七節 五章第七節 耐心等候 所以我們 因為七到八 七跟八節 這是一般的常態 我們看第九節 十節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 貶得受審判 看哪 審判的主站在門前 十節 弟兄們你們要把 那先前奉主名 說話的眾先知 當作能受苦的忍耐的榜樣 十一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們稱他們 是有福的 你們聽 聽見過約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 明顯主是滿心憐憫 大有慈悲 所以雅各對聖經是很熟悉的 所以你看他舉的聖經的人物 都是大牌的 大牌的 所以他對聖經很熟 所以他很熟不是只有認識這個人 就是他對這個人物 他的信仰狀態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才可以把這個人的事蹟 拿出來做他的見證 做他的典型的例子 那約伯我們就很清楚 我們昨天大概也稍微講一下 因為約伯記第四章 第四十二章 一到五節這一段 後來約伯領悟到了 領悟到神的作為是奇妙的 那人是沒有辦法了解的 所以人對神的事了解 是沒有辦法全部了解 那既然不能了解神的全部 所以神所做的 你就接受就好了 因為神絕對是美意 這是約伯後來領悟到 所以那種考驗就結束了 所以後來他得到雙倍的福氣 回復也不但回復以前的原狀 還是比原來的跟加倍的福氣 這個是聖經給我們的一個觀念 所以什麼叫做忍耐 所以雅各要在這裡強調忍耐 為真理忍耐 為信仰忍耐 忍耐就是昨天講過堅持 你不要被打倒了 我們不要被仇虎 我們不要被患難打倒 我們不要被失敗打倒 我們不要被挫折打敗 我們不要被人家誤會我們打敗 我們不只要這樣講 因為很多人被打敗了 沒有來教會了 被真理打敗 因為得不到 被禱告打敗了 因為得不到 所以就打敗了 沒有來了 十二節 不可啟示 因為這是主耶穌說過的 是就說是不是就做不是 都在都說出於那惡者 這是主耶穌說的 那雅各說漏在多說 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免得你們漏在審判之下 雅各都講得很嚴重 所以如果你沒有按照這樣做 下場是很嚴重的 漏在審判之下 最後五章十三節到十五節 十六節上半段 十三節到十六節上半段 是要祷告這件事 受苦要該祷告 喜樂該歌頌 其實歌頌 祷告也是歌頌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就是歌頌 不是嗎讚美 十四節你們中間有病了 他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可以奉主的名用有某他為他禱告 站在教會的立場要主動關心 實際關心 奉主名用有某他 還是可以用有某他 但是要建立在禱告中 十五節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好起來 叫他起來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有些人的病痛生病 跟罪有關係 但是不是全部都這樣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既然有些生病是跟罪有關係 那你就是要先悔改 不然你怎麼禱告也沒有用 因為你生病跟罪有關係 因為你得罪神 所以你要先悔改 禱告才有用 但是不是每一個病痛的人都這樣 十六節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所以你們可以得意志 這是我們禱告 有時候我們在檢討說 我們的禱告為什麼不蒙悅 為什麼沒有得到垂定 為什麼沒有得到乙治 那我們就要進一步探討說 我們有得罪神嗎 我們去幫助禱告的人 你有得罪神嗎 我們被帶導的人 我們有得罪神嗎 我們要不要探討這個區塊 我們要不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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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部門不是每次 聚會結束之前都要祷告嗎 那個部門一弄下來 哇開玩笑 那個需要帶導的人數眾多 而且祷告好幾個都沒有好 那名單上榜永遠在那裡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一直很質疑 很納悶說奇怪這些人 名單怎麼在上面 奇怪那個領會者 從來不跟我們解釋說 感謝祖母那個第一名的 現在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的禱告 禱告了三個月 現在好一點了 現在有差一點了 沒有咧 不聞不問 我們繼續為他這頓禱告 對啦我知道要禱告 可是已經 他已經上榜一年了 兩年了 三年了 還在那裡 你不用跟我們解釋嗎 你稍微解釋一下 你一次解釋一個就好了 不用全部解釋 因為沒那麼多時間 為什麼 這叫關心 實際關心說 對啊我們幫這些人禱告 現在發生什麼事 總是要有一個 跟要帶導的人做一個報告 這不是更具體嗎 更好嗎 這是代導 再來我們看十六節下半段 藝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好先講藝人 我們常常希望說 傳道你幫我禱告 沒有啦自己禱告就好啦 禱告很有功效 因為你是藝人 創世紀十五章第六節 剛才講過了 因為亞伯蘭聽神的話 說你的子孫像天上的星星那樣多 他相信了 神就以此為他的義 所以誰是義人 相信神的話 這個人就是義人 在座的你現在在這裡聽 聽到 你聽懂了 接受了 相信了 你現在就是義人 第二個 羅馬書四章四節到八節 受洗歸獨主名下 罪得色 因為受洗就是洗罪啊 赦罪啊 這就是義人 被神稱為義 第三種 約案一書三章七節 行義的人就是義人 請問這三種你哪一個是 你至少有一個嘛 這是我受洗的 我最得色 我是義人 所以義人祈禱到有功效 你要找人禱告嗎 你自己禱告就很有效了 順便試試看嘛 因為聖經講說義人的祈禱 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有嗎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是義人 你是義人啊 當然不是吳宗憲啊 所以我們是 如果你三種都是 神的道你相信 神的話你相信 第二個你受洗了這沒有問題 第三個你行義 那你來禱告就 你的力量 你禱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你不要試試看嗎 一定要請人家代導嗎 人家請人家代導是你很軟弱的時候 那你很軟弱嗎 你是義人怎麼會很軟弱呢 所以雅各用以利亞一樣 我說嘛 雅各提古聖徒都提那個大人路出來講 以利亞是大人路啊 你去對照那個 烈王祭上 十七張 十八張 烈王祭上十八張 以利亞一個人單挑 450個假先知 以一當百 不是當好幾百啦 不是一當百而已 一個人 讓所有現場的百姓 符符在地 說耶和阿是神 耶和阿是神 因為北朝的亞哈王年代 就是安利王朝的時候 信仰是墮落的 信仰是多元的 信仰是氾濫的 所以亞瑟拉也拜 巴利也拜 耶和阿也拜 西武之神也拜 什麼都拜 連巴利西普 在巴利西普 烈王祭下第一章 亞哈的大兒子 亞哈謝生病了 不找自己的神 去找巴利西普 所以神很不高興 叫以利亞去把他擋下來 這個就是當時的環境 信仰宗教信仰是墮落的 所以以利亞在那種 信仰墮落的一個國度裡面 他為了要讓 讓所有的百姓知道 或是讓國王知道 我們耶和阿才是神 所以亞哈的時代 亞哈王的時代 有兩次打敗亞蘭國 就是神很清楚的告訴他 我要讓你知道我是耶和阿 也就是我們國中才有神 所以亞哈的兒子 亞哈謝 去找非利西人的神的時候 神很不高興說 我之前不是跟你爸爸講過了嗎 為什麼要讓你爸爸 你爸爸是什麼人物啊 神為什麼要幫助他 打敗亞蘭國 就是要讓他知道 我是耶和阿 我才是神 其他都不是阿 現在換你當王了 連生病都要去找其他的神 你有沒有搞錯 其因以色列中沒有神嗎 我就是阿 神很不高興 所以 現在以利亞就是要讓百姓跟國王知道 耶和阿才是神 所以就到加密山去挑戰 挑戰什麼 他的目的是什麼 讓所有的人知道耶和阿是神 所以那一次加密山事件才會發生 所以你看喔 以利亞很大膽喔 把那個假先知全部殺掉 開玩笑 那些450個假先知是誰的 耶和阿 那個耶錫別養的耶 你好大的 說耶十九章 王上十九章 耶錫別就馬上要找他算帳 他就逃命了 求死了 以利亞 那那個之前他是 就是這一段 所以 雅各就拿出那一段出來講 十七節 五章十七 以利亞 以我們一樣性情的人 他肯見禱告 求不要下雨 就三年零六個月 不下在地上 那是 列王紀上十七章第一節 他一開始就是 到王宮裡面 直接找雅阿王 面對面講 這幾年我不祷告 就會以起 就會擊荒 那馬上擊荒了 剛開始沒有感覺 因為還有水 到最後就沒有 連水都沒有了 就擊荒了 這個就是 這個要講 那雅各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他的目標來講 就是要講結論 十九節二十節 五章十九節 我們要讓一個 迷失真道的人回轉 很困難 對真 以現實層面來講 我們現在也是 那些世中 通常那個迷思的 軟弱的你怎麼叫他回來 回到家回來 難啊 有那麼難嗎 不難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以利亞這種例子來說明 而且告訴我們 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為 便是就一個靈魂不辭 而且可以遮蓋許多的罪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工作 迷思正道的你叫他回轉 有困難嗎 有 但是我們要像以利亞一樣 我們就去做就對了 但是一定要做 神一定會幫助 因為這是神跡 迷思正道的再回來 那叫做神跡 神跡叫神的作為 所以我們將我們雅各書 我們就這樣做一個完整的結束 我們將時間交給傳道 神跡 P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